大家好,我是开水 今天满频都是大S离婚的信息 最开始是台媒报道的 随后登上了微博热搜 台媒说目前大S与王小飞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并表示对王小飞的言行他不予置评 今年3月,二人还在庆祝结婚10周年 王小飞还送出了超大的撰戒给大S 还公开了二人合照以及撰戒的照片 这才过了3个月就要离婚了 王小飞本人回复我不知情 小S经纪人表示不回应 大S还没有后续的回应 据传大S又因几年为怀孕 与婆婆张兰的关系很紧张 为了怀孕大S也吃了不少的苦 好在如愿与长 大S生二胎的时候90亿生 刚在ICU度过了危险期 张兰就兴致勃勃的在朋友圈晒孙子 大S怀上三胎时 因癫痫病复发突然昏倒 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但遗憾的是大S产检时 第三胎发育权 与王小飞以及家人经过讨论后 决定终止怀孕 双方公开表示不会再咬第三胎 大S流产后 两人还一同上了某中医 从中医的表现来看 两个人也是很甜 大S的妈妈发声回应了 妈妈称女儿说的是气话 我会劝西元 西元和小飞都放心不下小孩 我会要他们夫妻俩先忍一忍 大S经纪人 廖伟奇也表示 夫妻俩就是吵一架 哪对夫妻不吵架 没什么事的 随后呢 王小飞发文表示 因为担心家人 昨天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疫情期间 确实情绪容易激动 希望家人能够健康平安 而王小飞说的话 便是五日凌晨 他在微博连续发文 针对台湾确诊者 达飞机到厦门一次批评 而且用词比较激烈 当时就有粉丝担心 他会因此上头条 他也表示怕他们什么呢 几个小时后 他又修改了微博 网友点开编辑记录发现了 王小飞五日在凌晨两点多 和早上八点多 对延连的微博进行了编辑 看来是他的言论 导致了大S不满 两人才吵架的 流星花园的制作人 财志平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表示大S既然决定离婚了 就很难有挽回的余地 财志平发短信 关心大S是否真的是要离婚 大S回应说 是真的 但是我很好 谢谢财姐的关心 财志平表示 以大S的个性 他不会轻易地说出离婚两个字 但是如果说出来 很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 两人分辨了有三大原因 第一大S常年定居台北 两人分居两地 关系生变 第二两人的价值观差异太大了 第三 王小飞经常在微博 发一些炮轰台湾的言语 让大S里外不是人 因为两岸的关系 给他们两人造成了很多问题 王小飞在大陆是富二代 精神失造 之前交的女朋友 也是张雨琪 在那个圈子混的还可以 在大陆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媒体捧 各种采访 采访很多活动 形象光鲜亮丽 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 结果到了台湾成为了陆配 再一次坐台湾计程车的时候 被台湾的司机其实是大陆来的 以王小飞这样 心高气愿的人能忍受吗 有台湾网友认为王小飞是想用台湾的健保 他妈妈张蓝了 想用台湾的医疗资源 这就是普通台湾人的想法 他们也不想想王小飞在北京的医疗资源 会比台湾差吗 台湾网友说 王小飞想了台湾的身份 这也是坐领宽天 令人笑掉大雅的看法 目前台湾对大陆配偶入籍 采取的是有区别对待的 其他配偶比如越南籍 泰国籍 只需要到台湾居住满四年 就可以拿身份证 但是大陆的配偶需要等六年 另外王小飞和大S有一个矛盾点 就是两个孩子在哪边接受教育 王小飞想把孩子带到北京 大S性格很刚 他在台湾出生长大的 想把孩子留在台湾受教育 最后两个孩子留在台湾上学 还有就是王小飞在台湾的酒店生意失败 本来王小飞是想开酒店 做大陆赴台商务人士的生意 那个时候两岸的人员来往 还算比较频繁 之前台北开世界大一生运动会 大陆派代表团住的就是王小飞的酒店 不过这两年两岸关系趋能加上疫情 两岸人员往来大幅下降 尤其是大陆人赴台 所以他酒店的生意就失败了 台美爆料说大S要出钱挽救 昨天王小飞在微博发文 通知台湾的航空公司 让确诊阳性的乘客乘机飞到厦门 加上台湾目前的疫苗紧张 大S一家在台北都打不上疫苗 所以王小飞肯定是着急了 发微博吐槽了一下 但是给大S一个大大的尴尬 大S还要在台湾生存 就是媒体问了大S 对于王小飞的言论你做好评论 大S的回应是他不予自评 而王小飞在台湾的生意失败 主要关系和收入都在大陆 加上现在两岸的关系 这个是不可能调好的 不过对于他们这样的有钱人 即使真的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事 还能开启人生的第二春 普通人围观吃瓜就可以了 你不要操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